今天吃什麼菜? 阿KING跟你想點它 香滑咖喱雞 材料有鮮奶 咖喱醬 雞腿肉 薯仔 洋蔥 甘筍 蕃茄 蒜頭 首先把薯仔煮熟 去皮 切件 蕃茄 煮滾水 然後在上面打個十字 滾一滾之後去皮 洋蔥 洋蔥 切片 其實煮咖喱雞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 這次我煮的 這次我煮的 就是煮一個 簡單一點 又沒有骨 又不會很辣 大人小孩都吃得 這個雞 我首先要切開筋 和切細件 像一隻麻醬 這樣洗就可以了 調味料 我們就加雞粉 糖 糖 醬油 醬油 蠔油 薑 薑蓉 和紹興酒 把雞腿肉放進去 醃15分鐘至半小時 再加一點油 首先把雞肉爆香 因為雞皮都會出油 所以不用太多油 現在爆香 之後 看到的金黃色 再放一些蒜 融 再爆一下 雞肉就有蒜蓉味 接著 放一匙匙 咖喱醬油 如果吃辣 再放2匙筋 然後加點糖 加了糖炒的咖喱汁會比較香 接著加點甘筍 洋蔥 一起爆炒 現在聞到很香 看看紅蘿蔔熟不熟 加鮮奶 約1-2杯鮮奶 有些人喜歡加淡奶 但因為我想用來拌麵 所以我放鮮奶 而且健康一點 然後加薯仔放進去 有些人喜歡炸薯仔 但是我們今次吃健康一點 我們就炸就可以了 淋起鑊 我們就放一些蕃茄 嘩!可以了 嘩!真的好吃 想知道我下次會煮什麼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朋友分享 媽啊! 你看到你 下次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